夫柴的马屋当孙哥我都做了 我还有什么忍不了的 夫柴的粉片我都藏了 我还有什么做不了的 我的儿子 儿子让我一不睁睁睁地看着被别人宰了 我还有什么舍不他的 什么都没了 除了仇恨 但是我不对 作为月王 一样最珍贵的东西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了 那就是明星 以牺牲亲儿子为代价 勾建终于重新做回的月王 他不断质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可惜没人能回答他 三年压抑的奴隶生涯 让他忍不住肆意策马奔腾的熏血 随后更是一把 扔掉夫柴送他的衣服 王八之戏瞬间侧漏 办理皮笑肉不笑地改成勾建大王 这让他有些意外 急忙四处张望 你怎么改了称呼了 换了岳父 你自然就是大王 他们还没在累进高兴 贵员出镜浩浩荡荡地 开来了一支军队 两人都蒙圈了 这是啥情况 我的劳动改造不是都结束了吗 难道是要恶我上天堂 勾建当即一秒收住气场 换上缠媚的笑容 当得知对方是福柴派来 送他回国的时候 可才松了口气 大王对下沉是如此在关怀辈子 败谢大王 败谢将军 一番小插曲过后 勾建彻底明白了 哪有什么彻底信任 福柴永远会防他一手 视角踏上固图的瞬间 勾建感慨万千 下一秒 竟看见了老熟人脸 是当年被自己一剑砍死的越国男人 你是谁 需要这回言 男人扑通会倒在他面前 敢问大王 何时令我能重整越国 他正是杜野的亲兄弟 此时的勾建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这个人 依旧会死在他的手里 勾建被他的两句话 搞得热血沸腾 刚要立下FLAG 一帮住院士兵 就呼啦啦哟过来 你是勾建吗 我是夜王 在百姓面前不能丢面子 不料小兵根本不鸟的 伤口就面临勾建 跟着去见公孙菊 男人猛地揪起小兵的脖领子 你看你的勾眼看看 你是越国 我在这里表示我们的王 要不是有文种拼命拦着 马头立马就会多一句死尸 小兵眼看搞不过他们 当场放下狠话就溜了 勾建走在萧条无比的越王宫 思续回到当年的一季独播 他就是在这里 发布了和吴国开战的命令 各位将军 请你们的部下 莫宽你们的刀剑 亲自率领你们 与吴军一绝此凶 几秒钟的回忆 长得他热血沸腾 可现实却狠狠 抄了他一个嘴巴 连吴国的小兵 都敢肆引误他 都来看嘛 这可是堂庞的越王勾建 勾建的脸色无比铁青 偏偏小兵的表演还在继续 我们将军吃不惯你们越国的饭食 拉肚子 等他出完了 也请你们给看看 尝尝也行 还没等勾建爆发 范里的大手 蒙的掐住小兵下巴 手劲大的捏出了血 任不知理说 必有出生的 我这是带你的大王触发你 今天的事没完 我回头就向吴王打小报告 还就等着挨罚吧 公司女得之后 当场大发雷霆 发誓要和勾建硬刚一步 看看越国到底谁说了此 一帮当兵的大老爷们 竟然被一个神秘的蒙面女子 不到一秒钟就全干发了 公司女就大喊着一刀剑过去 回料竟被男人用锄头轻易打开 你这个小妖精邪术 你不是人 不信息的他再砍下一剑 可这次的笑场更惨了 直接被一棍打得跪倒在地 引来越国百姓一阵魂 高剑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是在我的地盘 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 我说将军杀不了我们 可你也不必当着众人给我赔罪 他此时远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甚至放任独臂男人和公孙菊单挑 你就是那个私柱兵器 带头杀死我士兵的工匠 是我 好啊 天堂有路 你不在地狱无门 你自来投啊 公孙菊手上功夫差点 可嘴上功夫 那个是顶呱呱的 屁股笨将军 让你死的没有话 他在站着一只手便宜的情况下 不到五个回合就被踩在脚下 打架是输了 可气势不能输 看他 刘主你就看 你杀了我一个大王会灭了你一国 公孙菊百分百确定 就算百姓再群群激愤 高健也根本不敢要他的命 事实证明他赌罪了 而高健虽然表面是赢了 可他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既想留住民心 又不想得罪吴国 这道题太难了 还没等他想出解决办法 越国百姓就又闹了起来 他们把高健的沉默当作默许 自认为有了撑腰的人 百姓瞬间膨胀在那边 竟然集体起立 攻破了公孙菊的大本营 这一系列事件传回吴国 不拆的心情很不美丽 他当即狠批了一顿剥皮 让他立马动身解决麻烦 剥皮也不莫及 当天就点过五万水军 浩浩荡荡荡开向越国 而大boss也随后动身出发 狗健的灾难即将来临 可他却丝毫不自知 竟然还扬言要干掉公孙菊 不忘要再心问罪之事 那就让他来好了 我就不信他能再把我掳回吴国去 范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大哥你变了 变得不再谨慎为重 人家为啥不能再把你变回奴隶呢 我是为了越国的百姓 我的百姓为我忍辱负重了三年 我不能再让他们看见一个 独孙 俘手贴耳的越王 范里刚想再开宣 胡聊文种轰轰火火闯了进来 推报说 薄皮带着五万大军 叮咛越国了 昨天狠狠咽了可作梦 这么说 就连薄皮也要与我们作对了 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我在想薄皮暗兵不动 一定是接到了吴王的命 他们这次目的应该是威慑 想看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百姓 作文 大王可否考虑散 该来的就让他来好了 这国的百姓都听好了 得反抗乌国 这就是下场 狗剑本以为回了越国 就可以高枕无忧 连抱起的越人通打 吴国大使馆 他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最终消息传回吴国 否则直接让薄皮 领着五万大军 兵临城下 这时候彻底把狗剑吓醒了 眼下还远没到 可以松懈的时候 他当即跟着公孙俊 去向薄皮陪陪 不料马匹 却拍在了马腿上 在下狗剑参见太太大了 不敢 这里是月底 你是月王 我作为一个外城 应该参见你才是 狗剑还想拉拉小手 可惜却直接被吐过 这关系是要走向破裂 要是没了薄皮 在吴国坐后盾 夫妻翻番中 就会灭了吴国 狗剑慌了 急忙开口表忠心 公孙将军 即便不理之处 他毕竟是勿王 带出越国的带手 哪个人还要贪 这件事 狗剑确有时差 不教旨 我愿为此 向太太大人 公孙将 郑度的道歉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我带着大军 浩浩荡荡开来 可不是为了一句道歉 到底要怎么做 你还是回去 仔细想想吧 狗剑回去后 立马叫来范里和文肘 国家们 这次可是 秦所未有的大危机 虽连补皮都不帮咱们了 要是不给个满意答复 越国就全完了 自然一顿分析 瞬间明白了 夫差的目的 就是想让他勾剑 亲手镇压 国内的反无情绪 这次 让他彻底失去民心 再也没有报复 夫差的本钱 天下只有两条路等他 一条是反抗 在众挂悬殊的反抗中 失败而亡 一条是自觉分路 自己把自己埋了 无路可走的勾剑 最后还是选择顺从 他卸掉王冠 跪倒在薄皮面前 把所有的过策 都攔到了自己身上 随后提出了辞职 若见尚溃与神明同仙 下有部大王 百姓期待 我不配夜王之号 请大人把我当成罪人 认罪态度很诚恳 可惜光国品满意 还不管用 最重要的是 要让幕后大boss满意 然而此时的夫差 已经动了消灭越国的心思 甚至想让吴子虚 直接出任越王 以五相国的人品能力威望 治理一个越国 绝对是不在皇上 大王就是封他做一个越王 一招捧杀 彻底打消了夫差的心思 才来治理越国 还得当地人来啊 可除了百姓攻击 吴国大使馆这种事 他已经不再相信 勾剑的忠诚 越国能否成为 吴国的盟友 固然重要 但是不能让越国 成为吴国的敌人 更为重要 既然不能动越王的位置 那就给他来个 府邸抽薪 夫差当地下令 让勾剑亲自抓捕 所有参与作乱的人 一个不留的 都送巨箭上帝 不仅如此 还要在全国发出通告 最后一则则是约束公孙局 让他好好和勾剑 合作施理百姓 条件我开了 怎么做就看你了 勾剑二话不说 就立马去完成要求 告示贴了人也抓了 唯独少了领头闹事的 独臂男 脱皮当地就不干了 你这是明目正等 糊弄我 接下勾剑是彻底没辙了 就在他急得抓耳挠塞时 不料独臂男 进来自投罗王 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开口 总不能直接说 老弟弟我当初要了你哥的命 现在也请把你的命给我 糊剑一碗接一碗喝酒 愁眉苦脸四个字摆在脸上 就差没有嚎啕大哭了 长得男人很不好意思 大喝一顿后 逐皮男把勾剑带到一座坟前 我兄弟就睡在这儿 这牧场还是坟大夫 跟大王指头的情 我的亲人就只有这一个兄弟 我兄弟的亲人就只有我 好家伙 还是独描一刻 狠心如勾剑都不忍心了 老弟弟你畏罪潜逃吧 跑出越国别让人找到 五年之后再回来吧 死是我该做的事情 被越国复仇 是大王该做的事情 我是在想要跟大王一决 几年可以复仇 五年我答应你 为了这个承诺 男人毅然决然舍弃了生命 而高剑亲自奸战的同位 也惹怒了无数越国百姓 他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越国重新认可 他越王的身份 和独臂男的五年之约 有能够做到 这个我们下回分解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剑三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